是啊 我有悄悄话和你说 好 陆思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他微微喊手说道 走吧 我们去二楼 他转身上了二楼露台 酷萌萌跟在他的后面有几分局促 呃 那个 陆思辰仰头看了看黑漆漆的夜空 勾唇 月亮在哪儿 啊 秋不是中秋 赏什么月 你不是有悄悄话给我说吗 现在可以说了 顾萌萌挠了挠后脑伤 心里却在百转千回 萌萌 陆思辰 顾萌萌忽然惊呼一声 接着整个人都不像他 亏得陆思辰的反应够快 他本是下意识的想把人挡开 但很快又想到对象是顾萌萌 于是这挡人的动作最后又硬生生的变成把人接住 又胡闹 顾萌萌摟摟着他的脖子 咯咯的笑 我的悄悄话就是想抱你了 有多想 呃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形容 反正今天一天都没有看到你 刚才在客厅里看到你回来的时候 我的心里特别高兴 其实我当时就想冲过去抱你的 但是吧 我同学在旁边 我又不好意思 陆思辰听他提及这事 忽然又想到了那些庸人换他小姐的事情 他不禁板下脸说道 你是不好意思 还是不愿意让别人知道我们的关系 嗯 干嘛呀 生气了 陆思辰不吭声 我不是不愿意让别人知道我们的关系 反正我们都结婚了 这些别人迟早都是会知道的 只是 我现在暂时还不想让同学们知道 呃 那个 我的意思是 我现在还是学生 如果让同学们都知道 我现在已经是已婚妇女了 这样的感觉有点奇怪啊 已婚妇女 她的心里面 始终一直把顾萌萌当做一个小女孩 虽然她们之间已有夫妻之实 但不管怎样 这丫头的年龄还小 正经的萝莉少女一枚 怎么会和少妇挂钩 难道不是吗 我都还没谈过恋爱呢 结果稀里糊涂的就和你结婚了 真是的 让人好愚昧啊 你说什么 真是个傻丫头 你不生气了 晚上补偿我 露丝尘弯下腰 坐视要吻她 可就在这时 赵家同的声音忽然传出 萌萌 我是来给你们送热饮的 谢谢你啊 家同 我正好有点渴了呢 赵家同摁了声 转头又望向陆思辰 你要吗 陆思辰的脸色不大好 她先看了一眼 那边正低头喝着热饮的顾萌萌 然后才不冷不淡地出声拒绝 不用 赵家同 她不喝就算了 拿给我喝吧 有始至终 她几乎就没正眼看过赵家同 赵家同很失望 少喝点 进屋吧 别着凉了 赵家同在旁边看着 自然是极度的牙根直痒痒 她就想不明白了 这个顾萌萌有什么好的 为什么就能得到 丰与掌权权人的独家厚爱 而且不难看出的是 这个男人是真的对她好 简直好得没话说 赵家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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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你刚才在想什么呀 我跟你说话没听见吗 你说什么了 我说我们进屋里吧 这外面确实是有点冷呢 好的 晚些时候 晚些时候赵家同就要离开 赵家同最后看了眼神后的豪华别墅 转身一步一步一步的离开 妖姐 小夫人 您怎么了 欢家 我也不怕你笑话 我跟你说 其实这是我第一次有朋友来家里玩 以前的时候 我是说在我以前的那个家里的时候 我从来都不敢叫朋友来我家里玩的 为什么呀 小夫人 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了吧 您的这位朋友很好 只是 没事的 只要小夫人喜欢就好了 其实吧 我以前也有去别的同学家里做过课 他们的父母都很热情 相处起来也很开心 可是我的父母不一样 所以 所以我虽然想邀请同学来家里 但是又害怕 婉家见着他情绪低落 联盟又转移了话题 小夫人 厨房里还有一些您做的纸杯蛋糕 刚才我看见先生吃得少 要不然 您现在 再给他拿上一些商品 我看他好像不怎么喜欢的样子 刚才是有客人在 先生即便是喜欢 也会装作不喜欢的 男人嘛 都是这个样子的 我懂了 他要顾及面子嘛 好吧 你先给他热一杯牛奶 然后我再一起和蛋糕送上去 二楼书房内 陆思辰刚点开网页 外面传来敲门声 进来 房门打开以后 雾萌萌端着托盘走了进来 你干什么 哦 这是我给你准备的宵夜 宵夜 萌萌 陆思辰 陆思辰无奈地苦笑 我不喜欢喝牛奶的 你平时见过我喝汤吗 我平时见你都是爱喝咖啡的多 可是 那个又不是什么好东西 你老喝对身体不好的 再说了 现在都这么晚了 你也不怕喝了以后睡不着呀 来 干嘛 我想抱你 我才不要 乖 听话 让人不禁弥足深陷 所以稀里糊涂的 顾萌萌就这么鬼使神差地走了过去 等着他反应过来的时候 他已经轻易地坐在男人的大腿上 两只小手也乖乖地抱着他的脖子 还真是听话得很 真是个听话的乖宝宝 顾萌萌没说话 陆思辰 我好像觉得自己变得有点不一样了 我发现我每次看到你的时候 好像会变得很高兴 是吗 我和你一样 陆思辰 我有没有和你说过 我以前从来都没有谈恋爱的经历 我知道 所以说 我是你的初恋 哦 哦 我和你有没有谈过恋爱 你确定 嗯 一片黑色的阴影投下来 紧接着他粉嫩嫩的小唇就被稳住了 这是什么 我们是因为结婚了 所以才会 才会这样的 好了 这些都是过去的事情 以后我会对你好了 知道吗 嗯 陆思辰 我知道你对我好 真的 我一直都知道 除了你以外 我从来都没有感受到温暖 所以不管未来如何 我愿意一直听你的话 好 好 你要记住你的话 嗯 所以啊 我也会对你很好很好的 喂 我会听你的话 作为等量交换 你也要听我的话 所以说 你现在就把牛奶喝了吧 以后都不许再喝咖啡了 陆思辰很无语 得 这小丫头说了这么多话 原来是在这里等着她 夜里 两日一番缠绵以后 顾妈妈红着小脸 乖巧地依偎在男人的怀里 陆思辰搂着她 大掌缓缓地轻抚她的后背 累吗 嗯 顾妈妈哼了声 怎么了 萌萌 我身上不舒服 想 想洗澡 好 然后在顾妈妈惊讶的目光下 静止掀开被子下床 光落的身子 煞石暴露在眼前 顾妈妈嘀呼 赶紧闭上眼 像我不是没见过 怕什么 顾妈妈没吭声 像是小鸵鸟似的 把全身都埋在了被窝里 过了会儿 有一只手隔着被子 轻拍她的小脑袋 出来吧 水给你放好了 接着 她才慢吞吞地 从被子里伸出脑袋 直到看见陆思辰 已经穿好衣服了以后 这才不由得松了一口气 你把我想成什么了 什么 还真以为我是暴露狂 顾妈妈没吭声 去洗吧 别等水凉了 那个 我现在就出去 雨霸 静止转身走出了卧室 顾妈妈睁着一双大眼睛 只是刚踩到地上 双腿煞食一软 直接就坐到了地上 顾妈妈欲哭了 陆思辰 都怪你 哪料话音刚落 房门又瞬间打开了 以及 还有陆思辰的声音 怎么了 顾妈妈大叫 怎么坐在地上 是不是想生病了 你别过来呀 顾妈妈抵抗 然而 根本就没有丝毫的效果 他的话音还没落下 陆思辰已经走到他的跟前 并弯腰将他抱了起来 你是怎么回事 我好累的 陆思辰争住 我知道你累了 放心 今晚不会再做了 上次你也是这样说的 我帮你去浴室 不要 顾妈妈果断摇头 那你想我怎么办 出去 陆思辰拧着眉 不放心地看着他 你可以吗 别又被摔倒了 顾妈妈妈几乎抓狂 你还说 这不都是因为你啊 嗯 是我的错 陆思辰点头 所以 紧接着 陆思辰的下半句话 接着传来 让我补偿你吧 啊 陆思辰 你放下了 顾妈妈妈 顾妈妈挣扎 别动 动作小心地 把他放进 已是盛满热水的浴缸里 真乖 你 你可以出去了吗 不要我帮忙 不要 好 那你小心 有事叫我 一边弯腰亲了亲她的发心 转身走了出去 咔哒 她轻轻关上了浴室门 顾妈妈抬起头 两眼愣愣地 看着已经关闭的房门 心跳依旧如雷 隔日 周一 这天早晨 顾妈妈在起床洗漱以后 正对着镜子抹面霜呢 陆思辰从后面靠了过来 大手搂住了她的腰身 干嘛 啊 年轻就是好 嗯 为什么要这么说 陆思辰没有回答 她低下头 近距离地看着她的侧脸 说道 你的皮肤状态很好 是 我的皮肤从小就好 你没发现吗 我的皮肤很白呀 嗯 很白呀 全身都很白 你讨厌 下午放学以后 别着急走 我来接你 咦 你要亲自来接我 老爷子回来了 你嫁过来这么久的时间 如今呢 也该去见见她老人家了 我认为你 的皮肤 还没发现 我认为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